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做这个飞机 我们这个飞机不再是用它的那个木板来做 之前我们是用它的木板来做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用一个特别的东西来做 那就是指向 Sketchers的鞋盒 我们打算用Sketchers的鞋盒来制造这个飞机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要把它先剪开,剪平它 好,让我们画我们的模型 好了,现在我们就拿我们的模型起来,然后就照着它画在我们的纸盒上面 我们就这样一笔一画的把它画出来 我们画完一面啦 然后现在就会到另外一片,因为它是会有两片来制造的,所以我们就现在画完另外一片吧 画完之后我们会把它剪开 剪成只剩下那个模型的形状 其他的就不要了 好啦,这就是完成品啦 剪完我们也把它放进去了 它的样子会是这样 它的样子会是这样 好多,剪出来好多是纸箱子 这就是完成品 完美的 我们把这个造成的模型 是啊,还是我们的 好,现在我们拿出一片它的飞机翼 它的应该是上半部的飞机翼 来和他的飞机身体拿来做一个组合 这就是我们飞机的身体 我们把它和飞机翼组装起来 连接起来 然后我们的飞机翼 飞机的身体应该是有两片 所以我们现在寻找另外一片 也把它组装上去 好了我们现在组装好他的飞机身体 然后我们现在要找他旁边两边的支撑支柱 来把它也组装上去 总共会有四个他的支柱 左边两个右边也是两个 好啦我们组装完我们四边的他的支柱 然后现在我们要找出他的那个飞机翼 下半部的飞机翼来把它做一个连接 上下支撑点的一个连接 由于他摇摇欲坠 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胶水来把它做一个固定 由于他不像那些我们之前原版的那个木板 会有一些胶盒位置给我们组装 所以我们只能用胶水把它们连接起来 可见他还是比较属于摇摇欲坠的 可是没关系我们继续组装他的下一部分吧 然后现在我们应该是拿到他的前面的那个旋转的一个 这个属于风扇的一个结构 飞机的旋转风扇属于一个旋转仪 就像这个这是原版的原版的木板制造的飞机 我们会照着英文鸭把它制造出来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制造完毕它的那个旋转翼 然后下面是会粘它的轮值 会把两边的轮子跟它连接起来 轮子是可以把它把飞机让它站在这个陆地上 然后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应该是它的后面的部分 属于它后面的一个飞机翼 我们把它后面的这个也组装下去吧 好了 现在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它的属于中间 先拿来固定住它的飞机身的一个结构 来让它能不要摇摆的一个飞机身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上80%已经完成了 剩下一些小部分的零件需要组装上去 这个我们拿到的应该是一个它的属于鸡尾部分能支撑的 我们做好啦 但是它的前部分没有没有连接哈 我们现在把它用胶水连接一下 让它能更加稳固 好啦 我们完成啦 可以看到现在100%完成 这个压程会和我们的那个木制的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看得见它们是一样样的 只是一个是木板一个是纸盒制造的 纸盒的一些细节 构造没有木板做的那么好 可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飞机 我们也用了很多纸盒碎来完成 可是成果是满意的 好啦 我们就结束啦 喜欢的话记得分享订阅按赞咯 拜拜